诸位法师,诸位同学,今天是我们解答问题的时候。 首先,由中国同学提问的五个问题。 一个问题,老法师曾说,地狱众生能附体在人身上,求超度皈依。 请问什么样的音乐,他们能来求超度? 这个事情,自古以来就很多。 我们在许多文字笔记里面读到的。 那么在这些年来,我们自己也亲身遇到过这些事情。 仔细去观察,这不是假的,绝不是父神人表演出来的。 确实有它的真实性。 地狱。 地狀经上讲得很清楚。 如果不是造作地狱的夜音,地狱在面前,你也见不到。 所以只有两种人,一种是佛菩萨,到地狱里帮助这些众生。 他可以去。 另外一种就是造作地狱的夜音乐。 他们只能够出来。 那我们一般想象当中,肯定也是得到三宝为一生的加持。 他真的忏悔了,真的回头了。 所以回头是什么样的。 如果不知道忏悔,不知道回头,那就没有法子出来。 那么出来,父在人身上,这个人跟他还得要有缘分。 他不能随便父人。 凡是父在人身上,这个人跟他有缘。 过去生中一定有缘。 同时能帮助他。 如果没有缘,不能帮助他。 他找这个人没用处。 那么他找到这个人,这个人都可以帮助他。 这是我们知道这么多的讯息。 他来求朝动,来求皈依,这是好事情。 那么这样的事情,我们相信地狱里面这些神明也会协助他。 好。 好。